好 八八风灾即将建满一年 行政院长吴敦义今天再度南下 前往了高雄山林带园区视察 当他看到了园区的居民用心打造园区 各项月升国际典范的规划 吴敦义院长深受感动 他也强调八八风灾之后 正言上人一念悲心 号召全球的慈悸人承担起受灾地区 相亲永久住宅的兴建工作 不但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更打造了国际模范社区 至于未来乡亲多元就业 以及园区永迅经营的规划 他承诺政府会全力支持 行政院长吴敦义再度来到高雄山林大园区 看着去年高雄县巴巴受灾乡亲 现今已在园区安身立命 吴敦义表示 在一路走来 政府跟慈禁备受社会上多放压力 还好正言上人一份无辞爱的坚持 才给了所有人走下去的力量 我没有深受上人的感动 他都愿意从那么多磁器人 从海内外捐款来 然后一点一滴 连窗子的大小通风 还有阳光日照 夏林大园区居民 不仅用心装点自己的家园 他们也期盼政府能够运用公权力 让园区所打造的自然生态工法延续 并将它扬名国际 另外园区居民的多元就业 以及永续经营等等申请问题 任需政府大力协助 爸爸水患 上人悲怯 希望要推动永久住宅的政策 这我们做到了 我们也创造了88天的奇迹 第三阶段 灾民的自主 怎么样来耕耘这一片福田 这一点是他们现在在努力当中 园区居民表示 若不是政府积极协助 还有全球慈祭人的爱 在巴巴水灾流离思索的他们 根本无法重建家园 所以当他们展开新生活同时 社会大众甚至各大媒体 是否能够用更正向及鼓励的方式 让曾经是灾民的他们 能够有勇气面对未来考验 大爱新闻学林萧红树 高雄报道 在那边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